路亚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老虎路亚的排骨老虎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耳 水面拖拉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水面拖拉机呢 长得跟自然界的生物呢 完全不同 而且在操作的时候呢 由于它在水中的拖动呢 扑扑扑扑扑 声音很大 类似于拖拉机的声音 所以说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 叫做水面拖拉机 那么水面拖拉机在操作的过程中呢 由于动静很大 它利用的呢 是一个鱼的视觉原理 首先它有很大的水花 第二呢 其实是水面拖拉机的重点 就是利用了鱼的听觉 大家一定会有疑问 鱼有耳朵吗 其实有了 我们在养鱼池边 或者在杭州的育泉 我们用手掌击打的时候 鱼都会从远处过来 等待我们去抛鱼耳或者面包 甚至在大海里头 海豚也会发出很尖锐的叫声 甚至几公里以外的鱼都可以听到 鱼也有它的焦虑方式 书学路亚的朋友们 对这些长相怪异的耳 尤其是和自然界的这些生物 完全不搭界的耳呢 它是有排斥的 我也是同样 刚刚接受这款耳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也很久没有买过 最后我是从朋友的耳盒里 拿了一个过来试验 后来发现在鱼活性很高的时候 使用水面拖拉机 它的效率也非常的高 非常的棒 而且在那些鱼活性非常低 很难让它开口的情况下 水面拖拉机有时候也有出奇自胜的作用 那么水面拖拉机呢 不但它的速度很快 而且它在水面的声音也远远超过了 我们其他的水面系 类似于铅笔拨扒这样的加耳 所以说在水面拖动的时候呢 它的动静很大 正因为它动静很大 在那些有噪音 甚至有流水 甚至下着小雨的那些场合呢 水面拖拉机都要优于 铅笔和拨扒的使用 大家还可以看到水面拖拉机 这种钢丝叶片和钩子的连接呢 它的钩子永远是朝上的 所以说它在过那些草区 树枝障碍区的时候呢 它的防挂性特别的好 所以说在攻击障碍区的时候 水面拖拉机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甲耳 然后在过障碍的时候 记得也同样像其他甲耳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停顿 然后突然加速 这个时候呢 那些伸藏在障碍里的鱼呢 会被水面拖拉机这种 泼泼泼的声音所吸引 冲出来救耳 大家不要犹豫啊 拖得很快 不要担心鱼追不上 鱼一定能追上 水面拖拉机在食操的过程中呢 有的时候鱼活性真的不够 真的没有办法去追上这一款甲耳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会给它再加一个T尾的小鱼 使它的下沉变得更慢一些 我们操作也可以更慢一些 让那些鱼有足够的救耳时间 在操作水面拖拉机的时候 由于它的钩子比较大 所以说需要第一时间将鱼嘴打透 那么建议使用快钓的路亚杆 腰力比强劲 那么它必须拖拽在水面的时候 才有拖拉机的效果 所以说建议大家使用高速比的文字 否则耳沉下去的时候 那就不是水面拖拉机了 用线的话建议使用比较强悍一点的碳线 不但传导直接也没有那么容易放枪 那么今天关于水面拖拉机的介绍 就给大家先聊到这里 欢迎关注钓鱼人APP 关注路亚很简单 我是韩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